主要是分享几个跟Wayme 记住这个修改历史的一些操作 如果你比较熟悉Wayme的话 可能会知道它有这个undo以及这个redu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在normal模式下 我们可以按U来去实现undo 然后使用control来去实现red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编辑的历史里面来回的去重放 但是它这个是这个 只在这个当前的session有效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推出Wayme 再重新进入的话 我们发现按U按这个U的话 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vmrc里面加入这个配置 一个是这个setundofile 来去启用这个持久化的这个配置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这个目录 但前提是你需要存在这个文件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 就是重新打开Wayme之后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undo来去修改 来去回推这个历史 好这里来做一个演示 比如说我这里随便打开一个这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darker.go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哪些操作呢 比如说我可以去删除 大块的删除 对我们随便在这里面做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按U什么来去做这个undo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contr来做这个redo 就是相当于这个undo的undo 对但是我们平常你如果 Wayme如果没有设置那个持久化选项的话 它如果你退出Wayme的话 它会不会再起作用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块删掉 然后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之后呢我们重新再进来之后 再进入这个文件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按U的话 你发现它还可以继续回推 对说明它已经把我们这个undo记录持久化了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 持久化的这个undo根本度 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操作 那这里要介绍的这个第二个插件 它是一个undo tree 对它可以显示这个undo的这个历史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插件管理器 来去快速的安装它 对这个是它的gethub的这个插件的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它可以显示你之前的这个修改的一些记录 使用它也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在命令行里面使用这个undo tree就行了 但其实我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使用这个get来去 比如说查看我们这个修改的这个历史 我们来简单的去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wim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冒号 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安装了这个插件 我们使用这个叫undo tree toggle 就是因为发现它左边会多了这样一列 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对这样的话它就会显示多条这个历史 然后每个每个每个修改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改了哪些东西 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这里想介绍的第三个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 打开文件的时候跳展到之前一次编辑的这个位置 这也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经常在修改文件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去修改同一个地方 然后每次我们想重新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都想打开上一次我们修改的位置 但实际上通过插件我们来 也能也能去实现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这个局部性原理 所以我也把它叫到这个修改代码的这个局部性原理 我们经常可能会去修改同一个位置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插件来去实现 它是这个插件 是叫这个wim last place 对通过这个插件我们再打开上一次文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刚才编辑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我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好同样我也来去做一个演示 我们先进入这个newwim之后 我们按这个0打开我们刚才这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是在这个第17行 对那比如说我现在重新使用这个冒号q退出 对然后我再去进入这个刚才的文件的话 比如说我还使用这个 子达的发行进去 回车之后对你会发现 我还是在这个第17行这个位置 对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去修改 我们之前编辑的文件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打开文件的时候 还是想找到上一个编辑的位置 对这个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那这里要介绍的最后一个 跟这个文件历史相关的 就是保存这个绘画的功能 什么是绘画呢 其实我们刚才那一次编辑 比如说打开了n多文件 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绘画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经常分屏打开很多个文件 比如说但是我退出wim之后 我想再就恢复我刚才打开那些文件 就比较麻烦了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插件来去 实现绘画保存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wim session 来去实现这个绘画的一个保存功能 对这里其实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插件 对其实它安装完之后它也提供了比较简单的 一个是叫save session 一个是叫open session 你就可以实现快速的绘画的保存 以及这个载入 我这里也是来简单的去做一个演示 因为我经常喜欢去做非常多这个文件的载入 比如说我这里同时会打开n多个文件 比如说打开一个这个什么hello.py 然后又打开一个top.doc.go 比如说我们再去分一个 再去做一个横分屏 然后再去打开一个比如说c.tst 好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a.tst 就是全是a 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打开很多文件 那我退出vim之后 我想快速的去载入它们怎么办呢 就可以使用刚才那个插件 但这里其实我是用了这个快捷键 我使用这个leader加上这个se 就是save session来去保存这个session 好现在比如说我已经保存完了 我先按qa退出所有文件 然后进入这个vim之后 我可以使用这个leader加这个open session 来去打开leaderos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刚才打开那天文件 就快速的恢复到我这个所有的窗口里面了 对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我经常打开n多个文件的时候 想快速的去恢复我这个现场就特别方便了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刚才那个插件 感兴趣的话